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这个时候 有许多来自台湾澳洲的同修 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我们网络上的双向沟通 这种方式对我们修学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海外每一个社会都能有这个装置 这样子我们每天就如同面对面的接触 大家在此地可以看看这个效果 如果有疑问 也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面对面的大幅讨论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 乃至于我在附近地区旅行讲演 我们每一场都上网络 所以诸位同时可以能够收听到 如果因为时差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资料也都储存在电脑里 随时可以叫出来看 那么现场的直播最大的好处 就是大家听了有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 我们随时解答 好处在此地 那么现在电脑的速度 比这个通行卫星要稍微慢一点 我相信这个技术 许多科学家还在不断地改进 可能在三四年之后 就能像这个卫星转播一样 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种技术将全世界 所以时间、空间 从多元都能够融合成避远化 我们深深地相信 对于世界的和平 社会的繁荣进步 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世人所担忧的就是社会安定的问题 每年不断地在增长 次数加多了 灾害严重了 世间也有不少至四人 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我也曾经接触过许多人 都是值得我们非常尊敬的人 他们具有菩萨心肠 生死大悲 生死大悲 可是想不出一套好的方式 能够为现在这个世界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各种不同的族群 都愿意接受的 在七十年代 在七十年代 英国历史这首家 唐恩比说了一句话 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矛盾 冲突 他是只有大乘佛法 与中国孔孟的修书 这个是很有见地 很有智慧的言语 给世人一个讯息 当时在台湾 渔滨书记主教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回到台湾之后 提倡基础 我们那时候看到非常惊讶 天主教从来不祭祀祖先 为什么天主教会基础 而且当时天主教的教廷 发出文告 鼓励神父修女跟佛教对话 可能也因为这个因缘 当年当年亚洲主教团 在佛仁大学后面多玛斯修道院 办了一个东亚精神生活研究所 请我去教学 我在那边交了一段时间 以后出国弘法 就把这个课程交给悟名法司解体 这些都是非常开明的做法 更正在做社会安定的世界和平的工作 1996年 我到澳洲 认识了坤斯兰 少数民族事务局的局长 幽理先生 他不但有这个理念 而且更积极的很认真的在落实 我们一见如故 非常欢喜 我们有共同的理念 认真努力在做 当时他办了一个论坛 这个论坛每一个月集会一次 参与的人是当地各个宗教的领袖们 每一个月进行一次研究讨论 如何帮助社会和谐 如何帮助社会消除一切歧视 一切误会 一切误会 一切个人 那么在今年 我又到澳洲去了 尤里先生告诉我 现在他升官了 搬到州政府大楼里面去办公了 告诉我 他的工作现在升级了 澳洲联邦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非常重视 可以说他们普遍建立了共识 告诉我 说在这个格里菲斯大学 这是昆斯兰 周政府所办的第二个大学 在学校里面建立一个多元文化活动中心 土地是学校里的 他这个规划建筑的图 拿给我看 那么将来就是有固定的一个活动中心 这个是所有宗教的大团阶 实在是值得赞叹 这个图规划好了 我问他 我说你开始见了没有 他说还没有 还没有动工 已经规划了将要动工 那么带我到学校去参观 我问他 我说你建筑费用大概多少 他说建筑费用大概要150万到170万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信费 将来开办一下费用 他准备筹募300万澳币 我听得很欢喜 我当时送他10万澳币 他也很开心很高兴 学校里面校长接待我 我们在一起交谈 我向他建议 现在你这个硬体设备有了 逐渐多元文化的思想 理念落实了 真正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需要人才 所以我建议学校 最好能办一个 开一个多元文化研究所 最好是用研系所 不但要研究 我们要落实 要认真地学习 当然 最理想的 是能办一个多元文化大事 这教材用什么呢 就照唐恩比这个意思 这教材就选用大乘佛法了 给孔孟的一些书 大乘佛法里最重要的 是大方光佛华严经 孔孟最重要的四书 不必搞得太多 一部华严经跟一部四书就行了 你看宋朝 宋朝开国 赵匡英 得力助手 赵普 以后他做宅相 他向大家说 他说 他一半不能与 帮助赵匡英 得天下 用现在来说 就是建立政权了 另外他说 我又用半部论语 辅助太宗赵庞义 治理天下 他一身治过平天下 用什么方法呢 一部论语 我想这种事情 唐恩比一定很清楚 这一部论语 能够平治一个朝代 也就能平治今天整个世界 这是孔孟的治过平天下的理念 如何能够达到 一切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的协调 融合 那大方广佛华严谨最有效果 我们展开境界 自始至终 就能看到 近水空变法界 所有不同族类的大集合 这个问题 皮诺詹纳佛解决了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解决了 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的 一切诸佛如来 对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问 他用什么方法解决 用教识 教化众生 让一切众生了解 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明白了 佛家讲 人人觉悟了 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不同族群 有这么多的误会 这么多的冲突呢 是因为迷而不绝 那么多元文化 是不是变成一种文化呢 不是 我们在经论上看看 一中有同 同中有义 义不爱同 同不爱义 同义不二 这才显示出文化的多才多自 共存共荣 美不胜手 所以绝不是强牌了 你要放弃你的文化 你要跟我文化了 要被我同化 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在经上 从来没有看到 同化 这个名词 而都是彼此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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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看到 佛家讲的 宇宙人生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完美整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部分 每一个部分有每个部分的美 互相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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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 手的美一定跟我头一样 我头戴个帽子 手也要戴个帽子 那不成话了 各个部分的美 激活起来就是一个整体的美 这个意思我们在大乘经论上看到了 所以决定不能用同化这两个字 同化两个字错了 等于说把另外一个文化消失了 我们这个整体的美就有了缺陷了 鲁佛所讲的道理都是讲完整的真善美慧 完整的真善美慧 每一个局部 我们现在讲是每一个族群都有它的真善美慧 这样集合起来是静虚空变化界的一个总体的真善美慧 儒家有这个理念 佛家有这个理念 佛家过去落实在旧学会里头 佛法我们看到落实在化妆世界 在西方揭露世界 我们如果有这个认知 就会对任何一个众生 任何一个人生起恭敬性 知道 每一个众生都有它的优点 都有它的长处 都有值得我们尊敬赞叹的地方 我们人人能够养成尊敬别人 赞叹别人 社会就好险了 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情自然就消失了 哪里还会有天灾人后呢 昨天我收到一封邀请函 是此地伊斯兰教发给我的 希望我参加他们这个摘结结之后 一个盛大的宴会 我一定会去参加 一些不了解的人 他有界限 他有分别 他有执着 我们对任何一个族群 任何一个社团 我们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很喜欢跟他亲近 很喜欢跟他们交流往来 我们决定没有什么目的 你要放弃你那个宗教 要信我的要 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迷 是错误 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 释述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对于印度 十十多多的宗教团体 世尊都接触了 世尊给他们的是智慧 绝对没有说实 你要舍弃你这个宗教 来信我这个佛教 没有 从来没有这种念头 我们在华言街上看到 佛的学生有婆罗门 有外道 在这个四十八言里面 甚至有婆罗门 变形外道 那些什么人物呢 那些是其他的宗教家 是其他宗教里头的领袖 佛门当中用什么眼光看他 菩萨了 他们是菩萨 何以说他是菩萨呢 菩萨不是一定佛教里才有啊 过行过夜里都有啊 任何宗教里头都有啊 菩萨是说一个具欧的人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真正清楚真正明白 这个人就称菩萨 他是天主教的神父 他明白他了解神父菩萨玛 基督教的牧师他通达他了解 牧师菩萨玛 他不必要改变身份才是菩萨了 不需要改变身份 不需要改变工作 不需要改变行业 我们在四十花言里面看到的 男女老少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过过都是菩萨 各位想想 这个多圆满 多美啊 多么融洽呢 多么融洽呢 我们今天说 一种求同 实在讲 还是各须骚养啊 没有真正骚到养处啊 真正的大圆满 是同意不二啊 这才达到了真正大圆满啊 但是这个确实要对于诸法识相 要有相当的认知 所以世尊当年在诗 设法四十九年 啊 单单谈诸法识相 就二十二年了 啊 这是这是智慧啊 真是智慧 这佛法教师 是以智慧为中心 啊 智慧是整个佛法教学最主要的 一门 世尊受法四十九年 俗舍的一切经论 字字句句 无不是充满了圆满的智慧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体会 不但是自己问题解决了 自己过去从哪里来 将来到哪里去 清清楚楚 明明代白 啊 净虚空编发界 是一个自己啊 这是事实啊 这是真相 啊 我们自己清楚了 明白了 再把这个事实介绍给别人 啊 大家都了解 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变成多才多姿的滑脏世界了 啊 活乐融融的极乐世界了 啊 啊 迷雾在意念之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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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福也在这一念之间 啊 念头转过来了 这是福啊 就不是厚了 啊 啊 念头转不过来 这个事件的劫难 如何能够避免 啊 这是在现前非常迫切严重的一个问题 有待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啊 我们就讲到此